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劉威靈,歡迎收看今天的婚姻新聞 婚姻官靠歐鄉高大用紙魚鴨,新山区的白水,三亞道路因為年過世修 很多地方都會出現全條的傷害,也只是剛好大火營水的掙控 為了讓鄉親可以有安全的感受環境,婚姻官政府都幾個抽水備來,所準頂頂的感情 這天基盤的視頻會向市民來視頻,也會掛在每年給水旗進展來完工,共發電話的白水人類 這次有一個多大的恐慌 吹理處向在庁的市民率面的鑑定的進度,也聽市民的建議來改善鑑定 婚姻官靠的鄉高大用紙魚鴨新山区占地2740公頃 用紙麻魚三百魚白蝦丁魚散,也不過用紙魚鴨的三亞道路使用很久了,白水系統也常常搭掉 若是剛才露大蝦丁的出現淫水,讓市民是相當的煩惱 唯出婚姻官政府就占對鄉親的訴求來進行改善鑑定 希望能夠強化白水提升安全 移動是抽水區的這個平台,可以在信池,在蝦水區 他最近的速度,把這個水量做一個條件 九大養殖區由上到下,我們直接到養殖區 跟業者跟主委了解相關的怎麼來改善我們的政體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通盤檢討,整體規劃 讓我們這高大雄熟區的業者 可以永續經營,我們把他們的問題解決 本市工廠的經費將近兩億,占對山壓道路跟地勢比較多的地方進行改善 並在中央的白水靠設置抽水平台,讓待好來的時候可以順利白水 必須發生鑑水的狀況 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排水路跟道路的改善 第二是排水路的清疏,第三部分是九大養殖區的移抽平台 方便他在下雨天的時候能夠急速將水排出 保持養殖的水的一定鹹度 這個對養殖區是非常重要的 工程的一個推動,總經費大概1.8至2億元左右 占對本處工廠的進度,本營館政府也已經發報時間 管理大學生希望借到這邊的索兵費 可以向市民改稅工廠計劃 也來聽市民的建議,讓白水工廠可以越來越完成 所以我們會在養殖漁業區也盤整11處 來做這個移抽的抽水平台 那讓我們養殖漁業區它一樣可以順利的 把這個多餘的水排出 那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進行說明 那總共大概要將近2億元 那讓我們鄉親知道 我們現在在做整個九大餐養殖漁業區的一個 全部的一個規劃跟盤整 本營館政府最理處公,本處工廠會在明年順期進行完工 希望可以加強杜漁安全跟白水系統 讓市民有安全的工作的環境 保障市民的財產安全 記得大家新財方報道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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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